新的一年里,我们又大一岁了 最近有些人对我说,每次他们想到自己的年龄时 不禁就有种感慨或难过 因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岁数了,还一事无成,什么都没有 没错,许多人都想自己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 到了某个时候,人总会想 我现在已经得到了我打算在这年纪时所要得到的吗 我的梦想已经或多或少实现了吗 我已经家庭事业有成了吗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幸福和人生的目标了吗 等等,人都想达到自己的理想,也希望能成就伟大的事 但很多人却感到很失落,因为他们对成就有所误解 那么在神眼中,什么才算是成就呢 我们先来思想,什么是虚浮的成就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经里 神总是忽略世上所谓的成功和伟大 神没有高举世上的君王、伟大的发明家、哲学家等等 但神乃是高举那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那无有的 换句话说,在神眼里,世上智慧、尊贵、强壮的都算不得什么 从人而来,也为人自己的荣耀而有的成就,都是不被神纪念的,也是虚浮的 正如传道书1章11节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传道书2章11节 后来我查看无首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苦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那真正的成就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圣经里被纪念的伟人,如亚伯拉罕,其实按着世界的水准,他有什么成就呢?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很迟才有孩子的老人家,并且有一些家产 但为何在神眼中,亚伯拉罕是伟大的呢? 如果亚伯拉罕也一直数算他年岁的成就的话,他也许会很沮丧,因到了90多岁,他还没有孩子 但亚伯拉罕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是相信并顺从神的 其实简单的说,人活在世上真正的成就,就是要荣耀神,并做成他的功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才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其实,真正的成就,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地影响世界,或是要家庭事业有成 也甚至不是要成就什么伟大的属灵事工 并不是我们一定要有五千银子,才算是有用的人 神看重的,不是我们有多少银子才干,乃是我们多善用他所给我们的 即使我们只得了两千银子,即使神定了今生,我们不会做什么辉煌的事 但只要我们忠心,我们仍会听见神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原来神看重的成就,是我们有否做成他的功,顺服他的旨意,有否越来越像主耶稣,以致我们能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你所追求的是怎样的成就呢? 其实,人总是向往比我们现在更好的近况和成就 但其实,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我们能否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 并得到神无穷的满足、引导和帮助 原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无论好坏或悲欢 都是神为了叫我们更认识他,也更彰显他的荣耀,而许可发生的 若我们恢复这样的眼光,我们所追求的成就,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并且,格林多前书第三章也说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因此,若我们是用金、银、宝石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 那即使我们在今生看似普通,没什么世上的成就 也许我们样貌平平,事业一般,或者单身,或者无孩子 或者也没有影响全世界的贡献等等 但我们忠心在基督根基上所付出的顺服和时间、精力、祷告、劳力等等 都会按时得神的奖赏,也会被神纪念的 记住,神是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尤其当我们似乎什么都没有时 甚至神要我们卑微,我们就乐意卑微 甚至在一些缺乏苦楚中 我们若能因主喜乐满足,仍能顺从神 谦卑地接受神所安排的一切 那便是我们在主里的成就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年岁所累积的冠冕 是来自荣神义人的 不要因为和别人比较,看见别人到了某个年龄,就有了某某条件 但自己却没有,而感到失落 我们如果越大一岁,就越荣耀神多一些 越爱神和人,服侍神和人,那便是我们的冠冕了 像这样的人,上帝必定赐予满满的恩典 盼望我们一年过一年时,不要因为虚浮的成就而兴奋或是灰心 乃是追求在基督里那真正的成就 就是信靠顺服神,并得着借着荣神义人的生命所累积的冠冕